据说往下水道扔鞭炮 下水道会爆炸 而且威力十分惊人 不仅能让井盖飞天 甚至还会有连锁反应 城市中的下水道一般都是用作排放污水 而且污水会产生甲烷这种易燃的气体 如果在这个时候 往下水道投入火星例如鞭炮等明显有明火的物品 几秒后井盖会如同被点燃的炮弹一样 静止地被巨大的气流冲向天空 这是真的吗 今天亚当和夏娃就来验证这则留言 他们先是自制了一款能观察到内部反应的下水管道 甲烷直接冲入下水管道 精确将甲烷与空气的比例控制在9.5% 使用小型的风扇将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 然后点燃明火 看看三个井盖能否被喷射出去 最先开始测试的是开放式的下水管道 一切准备就绪后 点燃装置 遗憾的是 并没有产生较为剧烈的反应 有明显的火焰从下水道的开放口喷射出去 但是井盖纹丝不动 这是因为明火点燃的甲烷产生的爆炸气流 从开放式的那一端流失了出去 实验开始 下水道井盖瞬间被气流冲上天 在慢速摄像机下 我们可以看到 火焰呈球形的形状飞速前进 三个井盖在火焰的前进下一次发射 并且带有强大的能量 但是这是在理想的情况下 所以它们将要改造有许多垃圾堵塞的下水管道 这种情况下完美地给爆炸提供了密闭的空间 所以它们猜测 爆炸会更加剧烈 实验也确实如它们所料 下水道里的弹簧等堵塞物 使得火焰传递的速度变化 这是因为 堵塞物使得火焰产生一定的波动从而燃烧的面积变大 火焰移动的速度就会变快 对下水道井盖产生的冲击波也会越大 喷射的高度直接超过了0.9米 那么真实的下水道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呢 它们找到一片露天空地 准备自行制作大型密闭的下水管道 并且放置一定的障碍物以及小风扇 将它们埋在距离地面91厘米的深度 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下水道 最后盖上足足重达47公斤的铁质下水井盖 再将甲烷气体埋在下水管道的附近 远程控制甲烷的用量 放大板下水道实验就准备就绪了 在放置一定的甲烷用量之后 直接点燃火焰 紧接着三个井盖以不可想象的速度 直接飞向45米的高空 6秒后才落到地面上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烟尘 可以看出井盖周围的图也被冲击波震到一定的高度 在慢速摄像机下可以看到 只有1号井盖有明显的火焰窜出 并且三个井盖都不是同时被发射出去的 因此这次点燃在下水道引起的反应并不是爆炸 而是剧烈的燃烧 这种燃烧足以让重达47公斤的井盖直冲明啸 可想而知 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往下水道丢带有一定明火的鞭炮 一或是其他带有火星的物品 密闭的下水道一定会有剧烈的燃烧 并且产生巨大的能量直接将井盖弹射到高空 所造成的危害十分巨大 因此可千万不能往井盖里丢鞭炮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